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全车喷漆加换油水的将近3500块钱 值得买吗 别克军薇 那个年代的车型是老车型 如果是2.0应该是手动挡的 这个车还有2.5和3.0自动挡的 这个车要说毛病就是年代久远 款式很老 再就是自动挡的车油耗惊人 2.0手动的油耗还算可以 这个车突出的优点是车体比较大 而且车身比较坚固 像您说这个价格我觉得挺靠谱 整车做漆我就觉得没必要了 油水换一换大概也就是千八的 反正是练手的车 等你弟弟练手完毕以后 再重新喷喷漆 然后整背一下再卖 我估计你也舍不了多少钱 像这种老车只要车换好 里程少还是能用得住的 只不过就是说现在要这种老车的人 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但是几千块钱 车好还是挺靠谱的 这个价你可以出手 老胡你好 我二台家庭平时上下班 过年回老家偶尔超原 请问我是买轿车还是买SUV SUV油耗偏高 合资的七座都不便宜 手边只有10万左右 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 买轿车还是买国产七座 SUV还是贷款买合资七座 曾经关注过瑞虎8 东方风光580 骏马5 雷灵 威迟 风范 新月 欧兰德 骑骏 如果换座你怎么选择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推荐 谢谢 现在二台家庭比较多 像您偶尔还回老家 还得超载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买个六座以上的车 那么六座的车 咱们能面临的选择有多少 就是说像这种二孩家庭 将来孩子的婴儿床小童车 对空间方面要求的会比较多 你说到的这些车型 我建议您看一看大众图RL 它有骑座的型号 应个急什么的 没有任何问题 它是骑座的 而且它车的空间特别好 这种车现在是1.4T的 新车优惠完了应该11万多不到12 落地基本就是134万 你要是条件好就可以直接贷款买一个这样的车就OK了 现在车不好卖 各个厂家都有这种金融政策 如果要是能享受两到三年的免息的贷款 那就很划算了 类似的这种六到七座的车型 你还可以选什么车型 本田的杰德有六座的 然后国产的Soon Max也挺靠谱 它的新车价格基本上你的预算也够了 再就是你要更好的车型 你说别克的J26 本田的奥德赛 你像齐骏这样的五座就算了 还有你说的欧兰德骑座也是可以考虑的 综上考虑 老胡的建议就是图I-L 小MTV特别适合家用 而且大众型牌的1.4T四缸发动机也挺靠谱 将来的养护成本也不是很高 最重要的是品质好 耐久性好 保质率好 将来再出手 舍不了多少钱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卡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